接下来我们在网友制作这边是墙体和门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在顶视图上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的造型 在顶视图上我们能看到门和墙体是成一个U型的排列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些顶面的绘制方法 来绘制墙体 我们先来绘制这边的这面墙体 对它进行一个墙体的挤出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边墙体的高度 3米2 然后再来绘制这几面墙 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绘制然后统一的挤出 对它们进行统一挤出 3米2 然后来更改一下材质 绘制好了墙体之后我们还要补一些凉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补 同样的我们能看到CAD的墙体和门的位置有一些偏移 在这里我们直接来绘制就可以了 到时再来调整 对点进行一些调整 挤出 墙体厚度250 更改一下颜色 斜着的这两面墙体我们可以直接在顶视图上来进行绘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高度的挤出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八百 然后我们来绘制门 我们可以根据CAD来进行绘制 然后再来调整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根据CAD来进行绘制 再来绘制它小的窗框 再来绘制它小的窗框 进行对齐 进行对齐 更改材质 更改材质 绘制它小的窗框 绘制好一个门之后我们对它进行成绘 然后来摆放的窗框 然后来摆放它的位置 列复制 同样的将它们成组 然后左边和右边进行复制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平面图 它们的门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旋转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旋转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角度调整为45度 先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进行摆放 这边可以直接进行 这边可以直接进行 这样 南立面的一楼墙体 我们就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然后 它有一些台阶 有一些下面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来绘制一下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平台 在这里我们切换到我们的正立面 我们能看到 CD上画的是 上楼梯之后要经过一个平台 才能进入入户 顶视图上同样能进行观察 上楼梯之后 经过平台才能入户 所以现在我们来绘制平台 首先我们来绘制 左边的这个平台 我们选择线来进行 绘制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绘制到墙体的内侧 对点 对点进行一些调整 拥出 我们可以测一下平台的一个高度 六百 六百 绘制好了平台之后 我们再来添加一下材质平台 我们在顶视图和前视图都能看到有台阶上去 在这里我们再来绘制台阶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来进行绘制台阶的高度一般的是150直接挤150 然后在侧里面上进行一些摆放 我们先在顶视图上进行摆好 在侧里面上进行复制 我们刚刚看到是四个 我们再复制三个就可以了 复制好了之后 对它进行材质的添加 同样的给平台的材质就可以了 绘制完了左边的平台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绘制右边的这个平台 同样的选择线进行绘制 同样的选择线进行绘制 同样的还是勾墙体的内侧 同样的还是勾墙体的内侧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条线上有三个点 我们可以将多余的点进行删除 直接按Delete选中 对它进行挤出 平台的高度是600 添加材质 同样的平台的旁边有楼梯 我们来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可以在顶式图上进行绘制 挤出150的高度 侧历面上进行复制 侧历面上进行复制 和平台重叠了 现在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取消关联 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 调整一下点 把它们的材质添加为平台的材质 这样平台和台阶就已经绘制好了 在这里我们来绘制一下 我们墙体下面的这一圈矮墙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圈矮墙的一些特点 这圈矮墙其实它的厚度 和上面的墙体厚度是一样的 250 只是它多了一圈弧形的走线 在这里我们能观察到 所以我们只需要绘制一下它的剖面 然后绘制一下它的一个路径 对它进行一个扫描的操作 这样就可以将下面的这一圈矮墙进行制作了 现在我们就来绘制这个矮墙的剖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 侧里面的这个墙体厚度作为一个标准 在这里面上来进行一个绘制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一圈弧形 我们将它孤立出来 将点进行调整焊接 让它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 有了剖面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绘制它的路径 现在我们再来绘制它的路径 在里面的CED上我们能观察到 只要是墙体的下沿 都有这一圈矮墙 在我们平台的外边也是有矮墙 只是在楼梯的这个位置进行的断开 所以现在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一个路径 我们绘制的时候一般是从内侧开始 勾勒 楼梯的两侧也是有的 这边同样的进行绘制 我们从墙体的内侧进行绘制 所以我们可以绘制一下 绘制好的路径之后,我们用路径来 释取一下我们的剖面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绘制好的路径附加成一个物体 然后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sweep的扫描,选择自定义图形来释取 扫描好物体之后,我们来摆对一下位置 绘制好了之后,我们现在能观察到这一圈矮墙我们也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这一圈墙体绘制好了之后,我们要对它的材质进行一个附加 我们在CAD上能看到它写的是灰色拉毛条砖 我们可以直接用空材质球命名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那里面的一层做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做它的第二层 在这里我们将CAD进行一下切换 切换到我们的二层平面 同样的,我们来进行墙体的绘制 同样的,我们来进行墙体的绘制 开窗洞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两个矩形附加到一起 将墙体上面的点调到无言的下眼 然后对它的位置进行一个摆放 对它进行挤出 250的厚度 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一个材质 黄色外墙涂料 黄色外墙涂料 对它是一个材质 这样的部分 我们就变得非常 alguna 小分别解释 因为它在这里 对它装置 在这里 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将一楼的窗套和窗进行一个复制 同样的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一楼的进行一个往上复制 在这里他们的高度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直接拷贝不用实列复制 对他们进行一些挤出的修改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二层的一个高度 2米7 然后对这些墙体也进行一个复制 同样的改一下它的挤出的厚度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400 这边同样的改成400 这边因为我们是绘制的 所以直接改它的点就可以了 进入可编辑样条线对点进行调整 同样的将它的材质更改一下 然后将门进行复制 在这里它的高度和我们一层的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下调整 将主进行打开Open 然后调整它的 先调整它的窗框 对它的点进行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的 细的窗框 同样的对点进行调整 然后是玻璃 然后是玻璃 添加一个可编辑的网格样条线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对组进行关闭 然后直接进行复制 这边同样的直接拷贝或是实列复制都可以 镜像 将位置摆对好 然后复制一个到正中 旋转一下 这样这边的墙体和窗门的位置就已经基本建好 它是玻璃 准备 对 底部 摆招